横行遊客踩到結冰路面滑倒 左腳骨折疼痛難耐 園警輕鬆跟他開玩笑 轉移注意力 經過包紮 順利下山就醫 受傷遊客開玩笑說 冰天雪地裡 園警的笑話真的冷 但很貼心 玩笑歸玩笑 連續幾波低溫 上山賞雪游客多 警方呼籲除了做好保暖 繁華的鞋子也不能少 並應該遵守交通指揮 才能確保平安 大愛新聞南投綜合報導